昨天中共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 更进行了首次空中巡逻 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不但重叠了钓鱼台 更与日本认定的防空识别区多数重叠 日本方面已经提出严重抗议 而朝野立委忧心冲突一触即发 希望马政府硬起来维护中华民国的领土主权 星期六中共宣布划订东海防空识别区 其中有主权争议的钓鱼台也在其中 并与多数日本航空识别区重叠 这是中共掌权64年来首度将范围跨出东海 威胁台湾也禁逼日本 美国白宫、国务院、国防部同步表示 这是身高紧张情势的举动 对美国及区域和平都带来威胁 日本外务省则在周六第一时间表达严重抗议 指称不会容忍中共出动飞机 拦截在日本识别区内的日本飞机 同时也举行军演 宣誓捍卫领土 相较日本的大动作 马政府仅发表了篇声明 表达台湾拥有钓鱼台猎雨的主权 国民党立委认为 中共此举事针对日本而来 担心台湾受波及 绿营立委则是要求马政府强硬起来 不要再让中共步步紧逼 新唐人亚特电视王恩慈综合报道